看你們的臉 是讓你們肚子餓對不對 是 非常餓 沒有體力 來 你想要吃什麼 我想要吃很好吃的海鮮 可以 你想吃什麼 我想吃辣的 可以 但因為我是女生 我想要吃甜的 是嗎 有一個地方可以滿足 我們三個人的欲望 就在這 大哥 你好 三個不同的個性 三個不同的樣子 需求都是三個不同 你到底會不會讓我們三個人 都可以滿足喔 OK 可以 他要吃海鮮 有嗎 有 他要吃辣的 有嗎 有 我要吃甜的 有嗎 可以 你看 這三個都是不一樣的東西啊 到底在賣什麼 你在做什麼 我們是手工蛋餅跟韭菜盒 蛋餅是我們在台灣常看到的 常吃的美食啊 對 甜的蛋餅 然後又辣的蛋餅 然後又那個海鮮蛋餅 對 你的蛋餅到底跟其他的蛋餅 有什麼東西呢 因為我們的辣椒裡面有小魚 有干貝的 這就是海鮮 等一下 重點 我要甜的耶 對啊 甜的耶 這個是甜的 棉花糖蛋餅 有很神奇喔 蛋餅耶 居然有包海鮮還有甜的 沒錯 據說這家店就是有這麼多的 創意口味 才會每天吸引超多的民眾 前來朝聖 而且易吃成主顧 老闆快來給這些老外試吃看看 漂亮 肚子餓了 看到這個真的超開心的 超漂亮的 老闆喔 光看這裡的那個畫面喔 我個人覺得好像你是出國 學會來這些美食的做法 因為你看很偶適的啊 把它混合在一起的感覺對不對 對啊 你看很偶適的啊 很特別 這四個我都沒有別的地方看過這樣的 我也沒有看過喔 第一次看過對不對 第一次喔 這個是什麼口味 這個是九層塔加薰雞 薰雞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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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你剛剛講的甜的 棉花糖 棉花糖是這個 我先要吃這個 因為這裡要有辣嘛 辣跟那個海鮮融合在一起喔 這樣好了 OK 這個很辣嗎 對 很辣 我們自己做的辣椒 感覺好像很猛耶 感覺就來了喔 你不要加太多慢慢來 對 慢慢加就好了 怕會太辣我說不了喔 超香的 你看那個 哇 很辣 但是 不是很刺激馬上出來 它慢慢的開始變成香 是沒錯啦 因為我加一點點 不過最好是 那個頭皮很Q 因為是手工的嘛 對 然後裡面的那個食材是非常的豐盛 還有雞肉 最特別的是 我剛剛吃海鮮的時候的那個 它帶來的那個海鮮味道 因為一般的蛋餅裡面沒有口感 現在我可以感受到 而且越咬越辣 現在我的喉嚨開始有點辣 但是呢 這種辣 我很喜歡 真的嗎 是可以 是OK接受的嗎 這種辣 不要加太多 你會很愛上它 魚乾辣椒是老闆將十年功夫 融會貫通所特製而成的 加上蛋餅後更將口感提升到 另一個層次 而九層塔薰雞蛋餅裡 加的泰式辣椒 也增添許多風味 讓人食指大豆 好啦 我來吃一個甜的啦 好不好 那個一定很厲害喔 有點小小開心 妳很快要長嗎 不行 我要長超級 我先幫妳一個醬在上面 對啊 再加一個醬好了 一起吃啊 你看 我要咬一下那個酒 滿特別的口感 然後因為加上裡頭那個棉花糖 其實它是 它把它融化掉了 所以它其實那個甜味 是散不知道它怎麼散 蛋餅裡頭的 所以你就不會覺得說 因為單吃那個棉花糖 會太甜 是啊 它把它融合了 然後就覺得 比較平均了對不對 對... 比較平衡一點 加上它旁邊其實有那個小熊 蛋餅已經很Q了 再加上小熊更Q 有喔 不同的口感 這樓很喜歡 是嗎 就這樣子 你以為我們... 你以為我們... 你看國外的形容 跟台灣的形容不一樣 外國人吃美食 我們說美味就結束了 在台灣你吃美食 你要形容它很多很多 我們有一個說法 就是如果人講很多話 他們喜歡 如果人完全沒有說什麼 他們愛 因為他們就是認真誠 不會真誠的 真誠的 言語不用多說 就能感受 台灣的美麗祕境也是如此 只要我們珍惜保護傳承 就能吸引更多來台觀光的國際人士 跟著溯溪老外小飛玩遍新北祕境 我們看見不一樣的台灣之美